雷达通过网线连到电脑的网口上面 或者是将电脑和雷达都连到192.168.0网段的局域网内 然后是雷达的安装与固定 如果我们的墙面脚屏的话 我们可以将雷达的圆的这一头紧贴在墙面固定安装 如果说墙面不是太平 我们也可以将方形的这一面固定在墙面 然后安装 好 硬件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进行软件的调试 首先安装软件 祝您你的字幕传适 好,软件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改一下电脑的IP地址 将电脑的IP地址改为 192.168.0网段的 我们可以使用固定的IP地址 然后IP地址设置的时候 不要设置成192.168.0.10 因为0.10是没达的IP地址 好,打开空中文之后 我们点设置 然后点到启动中控 然后这个雷达的类型选择为网络 然后选好之后点确定 推出软件保存 然后点击设置 好,这时候我们就发现 我们的雷达已经连接上了 好,这时候我们进行 雷达的设置和校准 然后点击叫着 然后设置最大的感应区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屏幕的大小 来设置这个最大的检测大小 好,我们再设置我们的感应区 设置感应区 我们通过两点来确定感应区的大小 我们可以触摸屏幕的两个对标 我们可以触摸屏幕的大小 我们可以触摸屏幕的大小 然后打开公元软件 然后再打开公元软件 然后再打开公元软件 然后点击设置 然后再进入播放计划 添加播放效果 播放游戏 然后我们选择自动循环和自动隐藏 然后在启动中控里面 我们将开机启动 点击设置好 然后确认 最后特殊软件进行保存 然后再打开封路软件 启动游戏